女人撩起衣服擦拭身体 术后的锦和内疚地看向别处 没想到 她离开的这十年 曾想方设法都想娶的女人竟变成了这般模样 锦和的突然出现并没有让暖觉得惊讶 她反而大得方方地让锦和给她搭把手 锦和看了一眼地上的一大捆猪草 说要用自行车帮她往家拖 随后转身去路边推她的自行车 但当她再过来时 暖已经背起猪草一拳一拐地向前走去 然后头也没回地留下一句 请上走吧 看着暖远去的背影 锦和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与暖既是发小也是同学 两人曾一起在县城读书 那时的暖能个上午 还经常在台上表演节目 比暖大两岁的锦和一直暗恋着暖 而暖也知道锦和的心思 回忆总是那么的美好 但现实却总是充满遗憾 锦和回到曾经的老师家 她这次从北京回来 是为了帮老师解决承包压棚的事 村里已经没有亲人的锦和本打算当完事就走 没想到下午碰见了暖 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完走一天 她向老师打听暖的一切 原来暖在六年前嫁给了同村的哑巴 现在已经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锦和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白天遇到暖的场景 她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衣衫褴褴褶一拳一拐背着一大捆猪草的女人 竟是自己曾经轻微竹马的初恋 她情不自禁地追上前 暖 是我 我是锦和 暖迟了一下并没有显得很惊讶 我还不知道你是锦和 其实她早已认出了自己 可能是觉得她现在的形象会让主动地问候变得很甘大 也可能是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记得她 回想着下午的这一幕 锦和无法入眠 第二天一早 锦和来看望马 仿佛是预感到锦和回来 暖在阁楼正打扮着自己 见锦和进了院子里 她急忙将锦和曾经送她的皮鞋脱了下来 放之前还不忘擦掉鞋底上的土 院子里的哑巴认出了锦和 她以为锦和是回来和她抢暖的 她直勾勾地看着锦和 来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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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夫妻没反应 女儿停下来躲到了哑巴的身后 这是锦和拿出袋里的糖果 女儿才从哑巴的身后出来 她自己拿了一块放进嘴里 但也没忘给她的爸爸拿一块 吃到糖的哑巴终于露出了微笑 这时暖刚好出来 她邀请锦和进屋座 一旁的哑巴看着暖 突然将嘴里的糖分享给她 见乖拒绝 她竟拽住头发直接强制塞进暖的嘴里 这一幕让锦和很是惊讶 看到妻子将糖含在了嘴里 哑巴这才满意地离去 这其实并不是哑巴的空穴来风 而是在向锦和宣誓自己的主角 其实他们三人同为发小 但哑巴自幼父母双亡 所以没有上学 靠种地和养鸭子为生 而她也同样喜欢着暖 无法说话的 她经常靠作弄暖来引起她的注意 但暖反而一直很怕她 每次被作弄后 她都会生气地告诉锦和 让锦和替她报仇 老实的锦和自然不会直接去找哑巴干着 而是趁哑巴放鸭子 是故意把一部分鸭子劫走 结果很快就被村长发现 她只好乖乖地给哑巴送回 哑巴本来就因锦和天天和曼在一起而嫉妒 这下更有了发泄的借口 两人直接打了起来 显然上学的锦和 根本不是一身蛮力的哑巴的对手 但锦和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暖的青睐 长久地陪伴终究没抵得过突来的新鲜感 这天省剧团来镇里做巡演 各地的乡亲们都来看 暖也被台上的小五声所吸引 别人鼓掌耐喊是因为小五声的表演精彩 而暖却是因为一见钟情 甚至为了看小五声训练连课都不去上 从此暖的眼里只有小五声 这天暖正准备给剧团送些红豆过去 刚出巷口正好遇见了抱着东西的哑巴 看着哑巴猥琐的笑脸 暖急忙跑开 而哑巴却一直在后边追 直到暖跑进剧团的临时住处 跟过来的哑巴其实并没有恶意 他只是想送给暖一些鸭蛋 也正是这次机会 让暖和小五声走得越来越近 一有时间暖就会跑来小五声的住处 看着小五声描眉画眼 暖被迷得神魂颠倒 小五声自然也看出了暖的心思 他也会给暖温柔的装扮 看着迷人的暖 小五声夸他天生就是演戏的料 要是能来参加省剧团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正是这句看似是承诺又不算承诺的话 让暖一心想着进剧团 放学回来遇到父亲 他跑上前想让父亲给自己买双跳舞的皮鞋 起了父亲责怪他不好好读书 放学也不早回家 反手就给了暖一个耳光 完全没有顾及暖身后的景鹤 景鹤见状跑上前安慰的 我妈也打我 不就是一双皮鞋吗 如果我有了钱 我给你暖 父亲越是这样 暖就越渴望参加剧团 年轻的时候也总是将爱情想得很简单 每天放学暖都会急着回来看戏 小五声不上台他就来台后看她 景鹤也看出了暖的心思 这天他失落地来到晒谷场 以前放学他喝暖经常来这里当鞦韆 他喝暖也是村里当得最好的 村里的人们也经常围着他们看 而如今人们都去看戏了 这里不免很是冷清 只剩哑巴一个人 此时的景鹤与哑巴竟成了同病相连的人 轰轰烈烈的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天暖放学又跑来剧团 却发现剧团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他找到小五声 对方说会回来找他 并送给他一个镜子作为信物 然而很快一年过去了 那没有等到小五声半点消息 这一年多人没来 我就把你给挖了 不会 你根本就不明白 他们不会挖了 会 他亲口跟我说的 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这骗你的 不会 自从小五声走后呢 就没再继续上学 而是一心等着他的小五声来接他进省剧团 但同村同龄不上学的女孩都已经开始嫁人 朗看着这一幕心里很是伤感 景鹤就来安慰暖 你别等他了 他说过 他永远也忘不了我 那他为什么不来 他今天不来明年来 明年不来后年来 他要是来接我 我就嫁给他 你就是盗签上两百斤猪肉 人家也不会要 不就是情理影响吗 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会 我也愿意 不只是小五声离开的这一年 而是从小到大景鹤就一直陪伴着暖 他劝们继续把高中读完和他一起考大学 一样可以到外面发展 为什么非等着他 那他又不来 你怎么办 他要是不来 我就嫁给你 暖的一句话让景鹤呆愣了两久 他鼓起勇气想亲吻暖 却被门躲开 景鹤也趁机向暖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哥 嗯 我喜欢你 我会对你好 我不会说话不算话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要是他不来接我 我就嫁给你 不过 一定会考上大学 虽说暖没有完全答应景鹤 但景鹤也已经激动不已 秋千上 暖靠在了景鹤的肩上 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亲密的接触 也是唯一的一次 或许是老天的作弄 也是在这次 秋千的声突然就断了 两人一下就飞了出去 暖的脚也因此受了伤落下的残疾 暖出院回来的这天 天天在村口守着的哑巴在后边小心翼翼的抬着自行车 暖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就高兴的不知所措 暖看着小五生留给他的镜子 他心里知道 即便是小五生真的回来 他也不可能再跳舞靠省去团了 他将镜子丢在了路过的河里 不久后景鹤如愿考上了大学 一拿到通知书便高兴的来告诉他 因为这里暖架给他又进了一步 也是从他们发生意外那时起 村里的人们对他俩的关系似乎公开化 景鹤上学走的这天 很多人都来送他 是 我一定回来见了 请说傻话 好好用功 就算替男把大学上 随后景鹤又将一达包好的杏质 和信封交给暖 安顿他一定要给自己回信 此时的男已经没有了 曾经的那份骄傲 甚至开始变得自卑 景鹤 我配不上你 你自己说过的话 后悔了 只怕将来后悔的是我自己 要是 你连着给我写三封信 我都没回 你就别再想着我了 那 给我回信吧 从此门又开始在漫长的等待中度过 与先前不同的是 这次等的人是景鹤 开始的一段时间里 每次收到景鹤的来信们还是很开心 但等待是煎熬的 一次景鹤的信过了好久没来 雅巴见男每次看到信都会很开心 就每天又去村口等 当他拿着景鹤的信高兴地跑来递给暖时 暖却当着雅巴的面将信撕毁扔在了水里 自那以后 暖再也没有收到过景鹤的来信 两人也从此断了联系 没想到十年后的再次相见 暖却嫁给了他曾经最害怕的雅巴 景鹤一边回想着和暖的过往 一边看着暖可爱的女儿 一旁的暖跟雅巴比划着 他告诉雅巴景鹤已经结了婚娶了北京的媳妇 雅巴这才松了一口气露出微笑 暖流景鹤吃饭 景鹤也没有推辞 饭桌上 雅巴给景鹤买了一杯酒 两人一口菜没吃就先担了一杯 没想到景鹤刚放下杯 雅巴又是一杯 然后 你不要这么拼命 你不是他队上 让他站长风就是了 来 这又何尝不是雅巴的一种叫却方式呢 难得两人加菜 雅巴却把碗里的菜又加给了女儿 而女儿却又加给了景鹤 这一幕仿佛雅巴才是一个外人 暖的女儿好奇地问景鹤有没有见过火车 景鹤耐心地给他描述着 丫头高兴地在比划给爸爸 是 要 带 我 去 坐 火车 雅巴瞬间变了脸色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这是雅巴最担心的事 酒足饭饱后 那与景鹤正聊着两人小时候的过往 女儿却突然穿着暖的皮鞋从阁楼下来 穿新皮鞋了 妈妈的新皮鞋 妈妈的新皮鞋 景鹤认出了这是她曾经送给暖的 甘大的暖赶紧将皮鞋收起 景鹤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看到这一摸的雅巴也坐了起来 这是她是最清楚的 当年她见满生气地把景鹤的来信撕碎扔到水里 从那以后 景鹤的后续来信也就都被雅巴学着暖撕碎 因为内心让她的暖不高兴 后来景鹤给暖寄回来一双皮鞋 雅巴见识一个箱子就没有扔 气喘吁吁地给暖送来 她打开看了一眼 在摸袋子里却连一个字条都没有 她看雅巴 雅巴也摇头 失望的暖直接将血也扔进了池塘里 憨厚的雅巴跑下去将血捞了上来 景鹤也因为一直说不到暖的灰心 也就明白了暖的意思 而雅巴的坚持也终于感化了暖 最终娶到暖的是雅巴 虽然暖已经是自己的妻子 但雅巴心里清楚 暖的心里一直藏着景鹤 景鹤走的时候安顿暖 以后有什么事情 一定找我 你们两个好好过 别让我再总对 景鹤打开雨伞准备离开 暖的女儿看到景鹤手里的伞很是好奇 景鹤见状便把伞送给了他 看着景鹤出门远去 暖站在门口看了许久 然后回头看了看雅巴 他终究还是一瘸一拐地追了出来 却是借机环伞来送景鹤 妈 我看见你 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 你来看看我 我只走了 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不说 我挺好的 真的 有了孩子 比生命都强了 我把你忘了 暖缺迟一片刻后说道 你没有 你越不回来 就越忘不了 之所以十年没再回来 是他害怕回来见到暖 同时也怕见不到 很多时候人总是这样的矛盾 看着暖蹒跚离去的背影 景鹤的心里满是愧疚与遗憾 也许是对自己所作之事的愧疚 雅巴向暖说了自己当年 思惠景鹤来信的事 但目已成舟 暖也并没有责备雅巴 本身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就算不撕毁那些信 谁又能保证他们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呢 正当两人在争吵时 景鹤再次来到暖家 他执意要把伞送给暖的女儿 你妈呢 吵架了 景鹤以为是自己的到来 让雅巴心生粗意 满心不安地问道 他 他没事吧 随后暖送景鹤出门 而雅巴在后边抱着女儿一直跟着 送到村口分别时 景鹤让暖告诉雅巴 说下次回来给他带北京的二锅头 雅巴笑了笑却突然变了脸色 他满眼寒泪地看着暖跟景鹤 随后将女儿推到暖的怀里并比划着什么 见景鹤没懂自己的意思 他便让暖给翻译 只见暖哭着摇头 他一边哭一边捶打着雅巴往回走 看着痛哭流涕的两人景鹤很是疑惑 这时身边暖的女儿突然说道 我妈让你带我和我妈走 雅巴看似傻 其实心里都清楚 是小五生和景鹤让暖的等待才使他有机可撑 但自己是高攀了暖 他深爱暖却给不了暖更好的生活 所以他做出了这个决定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爱呢 景鹤对眼前的丫头许诺 等他长大了 一定接他到城里读书 影片至此结束 可能对于暖而言 两次的苦苦等待早已让他明白 能不离不弃陪伴在身边的就是最好的 所以当景鹤向他表达歉意时 暖说自己很知足 那是发自内心的知足 愿我们的真情不被辜负 真爱都被成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